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台币对美元五盘占收30.302元 升值1.06角 台北外汇成交金额3.82亿美元 内阁在传人士一栋 行政院表示 财政部的政务次长张佩志因为个人健康因素请辞获准 而下午部门同仁将会欢送张佩志 至于他的职缺将会由新北市政府的城商发展局局长张返来接任 而我们换到行政院的组织改造 国科会下个月将会改制为科技部 现任主委朱静一是不是会留任备受关注 一直以来不多加回应的朱静一 今天下午也会主动宣布 是否会担任科技部的首任部长 抢在行政院宣布人选之前主动召开记者会 而我们提到了科技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旅游版 评选出全世界免费WiFi最普及的九个城市 其中台北被排在第一位报道 报道指出旅客到台北之前 可以先申请30天的免费无线上网 而另外全台北也提供了5000多个热点 可以媲美其他全球最方便上网的城市 而另外包括了像法国巴黎 全市有200多个热点可以免费上网 每次可以两个小时使用次数不限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意大利的弗洛伦斯跟芬兰 赫尔辛基同样是名列 WiFi最普及城市的品品当中 今天是2014年的新洋情人节 刚好也是黄到吉日 台北市有不少新人 抢在今天办理结婚登记 但是护镇系统一早就先当机20分钟 画面一片空白 虽然恢复画面还是不太稳定 有的护镇的人员不经大叹 换了护镇司长看起来也没有用 这是今天的消息 今天除了是情人节也是元宵 结果出门要小心天气很冷 寒流来袭 全台各地的气温持续下探 北部最低温下降到10度 而同时根据气象局的资料 玉山从8点40分开始飘雪 到中午12点半 积雪已经到达了18公分 超过了上一回 积雪12公分胃容的记录 那么即使天气这么冷 情人节活泼好动的猫熊 宜亚还是一刻都不得闲 天气越冷反而是越有活力 今年的元宵节跟情人节 都在同一天 宜亚除了跟妈妈在一起 还多了个新欢小蓝筒 看她自己钻到筒子里 玩来玩去的非常的开心 有开支人注意了哦 下周的器材油价格预估 美工仙将会涨四角 这是农历年后首次调奖 想要省荷包的民众 可以把握周末期间 把油箱给加满 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ING 我是谢礼文 请取所的义务电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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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